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去大吃在日本的台湾美食 这一次要去的七间店都在日本桥附近 从天下茶屋转地铁 日本桥和天神桥都可以搭这条线 这一次要去的第一站是惠美虚挺 现在是早上十点半 这边的店家不知道是没有营业 还是还没有到开门时间 第一站来到通天阁 这间店藏在宁静的巷弄中 珍珠中心 这一次要去的店都是台湾人开的 卖的商品都是非常道地的台湾味 除了严肃鸡以外 还有花枝丸 梅干薯条 葱抓饼 中午十二点才开始营业 但是老板人很好 让我先进去做 店内简约的装潢 搭配墙上的装饰 整体的感觉非常干净 老板说店里可以展示画作 如果有想要展示自己的作品 可以跟老板商量 第一餐的同伴美食 台湾厌室严肃鸡组合 手用你力管厂 保佑的时候 的渣巧 肥肉 牌 房费 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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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餐點來了之後 讓我驚訝的是竟然跟台灣一樣 是用這一種稀有紙袋 拿到的瞬間真的有一種回到台灣的感覺 好幾年沒有吃的豬血糕 還有花枝丸 最後是鹽酥雞 味道真的是非常道地的台灣味 吃下去的瞬間會一湧上心頭 這一間乍串真的好多分店 下一間店本來想要用走的 最後還是坐電車 第二間來吃個甜點 在大阪的原子豆花 店內店外都有座位 室內的氛圍 我覺得很像一間咖啡廳 感染一種非常療癒舒適的感覺 我選了中間沙發的位置 木鹿做得很像撲克牌 超可愛 好久沒有看到大桶寶寶了 還有放一些關於台灣的書籍 以及從台灣帶來的一些餐具 這裡有賣滷肉飯還有雞肉飯 這顏色好可愛喔 這邊的豆花也非常多口味 還可以再追加自己喜歡的底料 好久沒有吃豆花了 這個真的料多實在 有紅棗 銀耳 湯圓 還有枸杞 非常的養生 這一間豆花不會太甜 味道剛剛好 非常的道地 再來下一家距離只隔了7分鐘的茶灣 這次是一間茶飲店 但是也有賣雞排飯 這邊賣的地瓜球也很有名 飲料的種類非常的多 也可以調整甜度和冰涼 加上擺著很多台灣的茶葉 店內帶有一種酒吧的感覺 整體非常的時尚 還有復古風格的沙發座位區 以及吧台的座位區 參加活動的商品是綠豆沙牛奶 我沒想到在日本居然也能喝到這個 滿滿的一杯綠豆沙 喝起來不會太甜 但是綠豆味道卻非常的濃厚 下次有機會再來吃他們家的地瓜球 吃到這邊其實已經有點飽了 但是決定還是要跑完第四家 剩下的明天再繼續吃 來自京都的店 這家拉麵感覺很好吃耶 好家是一間雞排專門店 這一間店 應該是大阪的雞排店始祖吧 這家店已經開很久了 非常有名 有炸雞排還有炭烤雞排 也有滷肉飯還有雞排丼飯 當然也有賣飲料 室內的白飾也非常有台灣的感覺 還有沙茶醬的罐子 原本要700日幣的雞排 因為這一次的活動 只要500日元就可以吃得到 真的非常的划算 因為都是現炸的 所以咬起來非常的脆 雞肉也非常的厚 真材實料 只要擠滿七間店的章 就可以拿到參加獎 另外還能再參加抽獎 第二天一早來到南波 要來繼續吃昨天沒有吃完的店家 要來繼續吃昨天沒有吃完的店家 這個時間這條街沒有什麼人 其實這間店也在日本橋這邊 經過這個Lossong再右轉 這是我今天要去吃的第一間店 樂鍋 我超級超級喜歡吃火鍋 我超級超級喜歡吃火鍋 所以我很期待這家店 居然還有賣臭臭鍋 除了火鍋 除了火鍋以外還有賣牛肉麵和滷肉飯 連茶葉蛋都有 還有副甜點以及飲料的套餐 1880日幣 這家店是在二樓 一推開門後 就可以直接看到台灣的街景 還有這個放啤酒的架子 光看著而已就超懷念 也有賣一些台灣的紀念品 有很多東西都還蠻可愛的 櫃檯是這樣子的感覺 整家店非常的寬敞舒適 每一張桌子桌上都會有附IH爐 也有這一種用酒精膏的鍋子 Let me give you a piece of advice She said 這個海報也很酷 這邊的點單方式跟台灣銀行 這家店參加活動的賞品是 一杯飲料還有一碗仙草豆花 說真的這樣子只要500塊真的超便宜 這家500日幣又可以多一個火鍋 這不點對不起自己 餐點來了 我點了一個500塊的套餐 還有一個沙茶鍋 而且這個飲料還蠻大杯的 這個仙草和豆花也感覺很好吃 還有很久沒吃到的王子麵 而且還是滷味用的 竟然還有我最愛吃的豆皮 裡面的料有很多 還有蟹肉棒 肉還可以選擇豬肉或者是雞肉 在日本有這樣子的店真的很感動 吃完火鍋後再吃甜點 雖然飯量都不多 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吃完後先逛個街散散步 在日本橋這邊有很多的東馬祖宜店 看到這個讓我想到夜市賣的衣服 看到這個讓我想到夜市賣的衣服 台灣的比吉美食 台灣的比吉美食 這間店的室內室外都感覺很日式 這間店的室內室外都感覺很日式 店裡播放著台灣的新聞 讓我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還有賣大腸麵線 還有賣大腸麵線 這個小的歪幽幽筒也好可愛 朋友點的大腸麵線 他說第一次吃到這麼有台灣味的 我點的是古早味便當 送來真的是一個便當盒 還蠻酷的 便當的菜色很豐富 有榨菜 香腸 酸菜和豆腐 還有滷蛋和薑燒雞肉 朋友請的雞排 吃完走出來後更多女僕了 還有旗袍版本 每個制服都不一樣 發傳單也要跟客人搭話 其實也蠻辛苦的 這是第七間店 也是最後的一家店 也是最後的一家店 那要收你一千 就最後一間了 那是可以換的 這家店參加活動的商品 竟然是芋頭牛奶 我超愛芋頭的 但是在日本幾乎買不太到 謝謝 這照片啊 謝謝 光芋頭就佔了一杯的三分之一 扎扎實實的芋頭牛奶 喝起來完全沒有顆粒感 味道不會太濃也不會太淡 芋頭牛奶非常的推薦 拿著擠滿印章的卡 去換獎品然後參加抽獎 這個地方很像室內的辦公室 2日間全部都回來了 哦 超級的 台灣的帳戶 對 最初見到時 都很似乎 一個 但不太好喝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來開箱一下拿到的參加獎 有送這個台灣啤酒玻璃杯 好懷念這個杯子喔 還有一些介紹台灣觀光的資訊 還有來自台灣的口罩 以及航空公司提供的原子餅 還有這個台灣菜市場的傳統袋 整體非常的可愛 參加獎真的很豐富 這一次可以參加這個活動真的非常的開心 吃到了各種好久沒有吃到的台灣料理 也謝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